原标题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,这么一个小官,在首长那里的面子,可是大的惊人,连元帅都得给他面子,说到李德才,就不能不提强度大渡河,大家对强度大渡河的十八勇士都不陌生,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在岸边为十八勇士打掩护的机枪连排长李德才,孙继千等十八勇士渡河时,就是李德才指挥几十个机枪手。 心中机枪一起上,压制住敌军火力,这才有了强度大渡河的奇迹,当时,聂荣珍在河边看强度大渡河准备工作的时候,就问杨德志,徒佬在哪儿,让他掩护,刘伯承还很好奇,问徒佬是谁,杨德志就把徒佬里德才吹上了天,说徒佬是我们团最厉害的机枪手,有他在,就没有服不了他,和? 刘伯承顿时来了兴趣,招呼大家去看看这个徒佬,长什么样,那么,李德才为什么叫徒佬呢? 说起来,这还是毛主席给他起的绰号,当年,李德才所带着部队打了一场胜仗,缴护了一皮衣服,李德才问到了一条裤子,这条裤子可不是一般的裤子,是一条西裤,前面带开口的,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东西。 李德才第一次见这种裤子,不知道怎么穿,就把开口穿在了后面,战友们问他为什么把开口穿在后面,李德才自作聪明地说,这是为了拉屎方便,大家哈哈大笑。 后来,这个笑话传到了毛主席那里,毛主席也笑道,这个徒佬就会加说,从此,徒佬就成了李德才的绰号,因为李德才大大咧咧的性格,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,包括很多首长,都跟他很熟。 比如刚才提到过的聂荣珍,刘若成,杨德志,甚至是向来不苟言笑的林彪,见了他也会给他三分面子。 1945年10月,林彪北上东北,路过河北大县时,在一个小院里看地图,李德才知道后,赶过来找他,却不料被警卫员挡在了外面,不让进。 李德才很生气,大声说,你去告诉林总,说徒佬要见他,警卫人一看他的架势,不好惹,只好进去汇报,结果林彪一听,笑着说,别人不见,徒佬来了我还能不见吗? 李德才见了林彪,输了来找他的目的,竟然是想跟林彪要点武器装备,林彪心说,我又不是后勤部长,找我要什么? 正在为难之际,邓华和李天佑忍着笑跑过来,拉着李德才往外走,说,你徒佬的胆子也太大了,敢开林总的油,你是第一个,估计也是最后一个。 李德才就是这样一个直性子的人,说话办事不会拐弯,但也正因为他的这个性格,很多人都让着他。 1952年,李德才从昭占回国,还没有分到房子,在招待所住了几个月,心情很烦躁,他听说杨成武回到北京,就找人带话,说想和杨成武谈谈。 妻子张素贞知道他的脾气,说你可得在首长面前讲规矩,卸了面,杨成武客气地问,老李你最近怎么样了吗? 李德才气羞羞地说,谢谢首长关心,还没死呢? 张素贞在一旁不断拉李德才的衣袖,李德才对妻子瞪着眼,说,拉我干什么,我住这个鬼招待所里,都快疯了。 杨成武笑着说,这你可错怪我了,聂总说要亲自给你安排工作,让你去北京军区管理部门当领导,等去上任,还怕没有住的地方吗? 杨成武话音未落,李德才又来了脾气,说,管理部门,不就是给人端茶道水伺候人,我不干,我是当兵的,不会伺候人。 最后说来说去,李德才坚持要回当年战斗过的河北保定,于是,在杨成武的协调下,当了保定军区司令。 不过可惜的是,李德才没过上几天好日子,就因激劳,成吉,于1960年病逝,年仅56岁,有趣味,有思维,有品味的三味历史。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明说说108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。